那因为台电承担了减缓通膨的政策任务 吸收燃料成本的涨势 因而产生了巨额的亏损 到2023年底累计的亏损已经达到3826亿元 那预估呢 2024年将增加亏损1887亿元 那电价若不调整或者没有政府的补助呢 净值预估将会减少到228亿元 那所以在恶物战争导致国际燃料价格暴涨 是台电近年亏损的主要原因 为了维持稳定供电的使命 台电公司仍然需要仰赖稳健永续的财务支持 将优先争取政府的补助 那电价调整是由电价费率审议委员会决定 经过审议会综合考量后需要调整电价 政府仍会按照反应成本 照顾民生稳定物价节能减碳使用者付费等原则来办理 那以上就本次的专办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优先为罗 коп minder日子 战争 优先为罗易